大家好,我是小林 所见小林财经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花爱消息 说不说了,又出大事了 又一个行业就砸掉了 又一群人饭碗没了 啥行业呢? 网约车啊,开滴滴 你找不到工作很困难 想开个滴滴解决一下自己的生计 不行 这个滴滴不是你说想开就开 这个网约车不是你想约就约 解决一切都要按照组织批准 不如组织不批准 这叫什么? 资本无序扩张 这领导睡不着觉 超高,这领导 这无序怎么行 这个领导 这怎么想,怎么不对 是嘛 你这 哎呀,不要说滴滴了 就是之前的阿里上市 哎呀,你们这资本怎么搞的 你想到海外上市就海外上市啊 要是让这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国帝国主义 持有了阿里巴巴的股份 阿里巴巴掌握着全中国人的消费数据 淘宝的买卖的整个生产链条的数据 这怎么行啊 开玩笑 开玩笑 你们资本就为了赚钱套现 整个国家的这么重要的信息力 全拿到美国去上市 这行吗 这滴滴更过分 全中国人的出行数据 哪个公务员打了个滴滴 去了哪个宾馆 这全都给力 美国帝国主义知道了 那怎么行 所以为什么说无序扩张 无序扩张 领导揪心 领导睡觉都睡不着 就是你们这一群 所以这领导身体很重要 想了一下 这滴滴现在搞成现在就这样了 之前就把它停掉 要嘛先是下架APP 然后又又是就停止 要退市 那马上给我退回来 不然去 是吧 看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没有经过领导批准 你想上市就上市 还想先展后奏 想了一下就沟通了很久嘛 估计也是 哎呦不行哦 很多这个下面的这个小太监啊 劝劝的劝的 哎呦领导不行哦 这个这个整个华尔街到时候关系搞砸了 不行哦 哎呦领导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们这样再这样搞下去 领导睡觉睡不着 领导还要执掌政权 执掌到2035年 胜就更久 所以身体很重要 哈哈 所以干脆 干脆直接全部不要了 全部关掉 哈哈哈哈 领导就闹得清净 是吧 我们先来看文件啊 这就是一个梳理给你们听 一个思路 OK 文件一看也知道没得做了 最后我包括数据 大概会砸多少人的饭碗 我告诉你 我做了做了功课啊 交通运输部啊 八个部门不得了啊 也就是说落实了啊 多部门的时候就代表这个东西 它是落地的 如果只有一个两个部门 那那可能就就想处罚 或者怎么样 多部门联合就是进入实操状 状实操的阶段 交通运输部 工业信息化 公安 人力资源管理啊 中国银行银行也进了啊 税务市场监督啊 网信办八个联合联合发布啊 关于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事前 事中事后全链条联合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 全部管起来啊 这其实领导已经非常宽容了啊 让你们事前事中事后全管起来啊 要再管不好 直接全部关掉啊 赶快谢主隆恩啊 如果我们的铁技再往前一步 那不直接把你全部关掉 是吧 全管起来 但是这样管你基本上没有了啊 我们来看啊 根据落实党中央啊 部署哎呀 直接跳过啊 所以啊 一是增加了事前联合监管要求啊 要求地方有关部门优化服务流程啊 严把行业准入关啊 杜出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得接入未取得相应出租汽车许可的 驾驶员和车辆啊 就不论随随便便接入进去啊 这是一个 这可能他他这个就不只是滴滴了啊 当然滴滴站的市场占有率是最高的 90% 嗯 但他这个管起来就不只是滴滴了 包括什么顺风车啊什么的 其实就通过网络预约的都叫网约车嘛 就全部都不给用了啊 不能随便接入啊 接入是有条件啊 完善了权链条联合监管事项 将未取得网约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经营网约车平台公司 向未取得相应出租汽车许可的驾驶员和车辆派单啊 未按规定向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传输有关数据信息 就首先他这里就有一个许可经营许可的问题啊 这个经营许可就是排照问题 这个排照问题的问题就相当相当大 我告诉你这大的不得了 为什么 现在其实全中国绝大部分的城市都没有对网约车发牌照的 有三类型 一类型的城市呢 他就直接呢 就不让网约车坐 有这样的城市好像杭州是吧 杭州就不让网约车坐的 全全部清除出去啊 他原因为原来有一个国有的东西 叫做出租车 就普通出租车 这个是一个国有企业 就是一个国有企业 然后冲击了原来国有企业的生意 其实他觉得你直接冲击了他的生意 然后呢 有一小部分城市是发行了网约车的许可 绝大部分的城市呢 他是没有管理 他就不管你 然后也能做 这是绝大部分中国城市的现状 其实就是灰色地带嘛 跟那个什么共享单车是一样 也也也没有任何牌照 也没有任何管理 大部分城市是这样 然后但是可以做 你就就这样做 如果一旦要一个许可 其实就 大部分的城市都不能做了 绝大部分都不能做 然后原来的这个有一小部分城市 发行的这个网约车许可 经营许可的城市呢 它会不会继续 是很不好说 所以就就这样一个一个牌照问题 网约车要退出中国海 绝大部分的市场 就全部都不能做了 以后就是没有牌照就不能做 不能擅自就就从事经营经营活动 这就一个牌照问题 这里面就提到一个牌照 然后他说 存在低价倾销诈骗 对个人在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差别待遇 这很难定义 这很难定义 首先低价倾销 他提到一个低价倾销 就是一开始这个滴滴就是低价倾销 几乎所有的中国的APP和网络平台 都是低价倾销 什么拼多多啊 京东啊 一开始都是低价倾销 你要占领什么什么协程啊 什么订店房 占领的市场之后 其实就就通过他们比较便利嘛 然后流量都都去了这些APP之后 他就掌握了 因为原来的国有的这个出租车啊 就还缩回出租车这里 国有的出租车是不方便 然后经常还聚载 然后然后然后就进来了 所以因为就很难打 原来在那个国有出租车很难打的情况下 就出现了这个低低企业就直接跟他竞争 直接也可以讲低价 而且服务比较更好 就是相当于一种民进国退嘛 以前滴滴的出租车就民进国退 但你没有牌照 牌照全部是国有的 然后现在他说你是低价倾销 这高的时候在恶意涨价 低就是他一个帽子扣上去说你低价倾销 这低价倾销到时候不知道怎么定义啊 实时他这里说一个欺诈啊 欺诈说在个人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他是根据其实就比如现在的网络平台很先进啊 他根据你的打车的时间是不是下雨天气 呃时间段啊他这精准的定价 这个数据量太大了就就你去要去看每一单你说是不是合理 哇那够像那够像 危害网络安全啊 数据安全 侵害侵害个人用户信息权益 非法经营资金支付结算 有没有私下用微信收款啊 侵害网约车劳动权益 哎他又反过来又说你侵害他权益啊 是就你不给他买社保啊 你们这样啊 不依法纳税啊 也没有纳税 驾驶员也没有纳税 驾驶员也没有纳个人所的税啊 公司也没有纳这个公司税啊 是吧 就都没纳税 纳税也是一个问题 危害公众利益啊 在这个帽子扣的有点大啊 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安全稳定 这这不知道想说什么 是不是想说到时候不给这这网约车司机做 他们要造反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要全部要上报啊 要要要处理啊 要要全部要管理 所以就就就就 如果啊发现有问题的责令停止区域内的经营服务 暂停发布下架APP 停止互联网服务 这因为滴滴已经下架了 要现在再提一个下架APP 其实他就准备对全部网约车全部管起来啊 停止联网 还要停机整顿 停机直接停机 停止互联网服务 直接就把他把你关掉 就是这个意思 到了今天为止啊 到今天为止 这个网约车平台 如果这样管起来的话 你如果全部根据他的这个去去审批去做 那就就有一个就是一个成本问题 成本问题 这个滴滴的这个司机跟什么外卖啊 都是一样 但是之所以能容纳这么大片的就业 因为他没有门槛啊 你们你们喜欢爱做做就进来之后 形成一个很平坦的一个市场 也没有门槛 你你你进来就做 现在如果这国家政府部门介入进去 这成本马上就飞起来 这成本最后一管着管着 就全部就跟原来的出租车是一样的 全部跟原来的出租车一样 那这个这个低价的优势就没有了 低价优势没有了之后 原来的政府的出租车 他现在是不是很容易他能够架设一个平台 他现在学会了啊 那他到时候自己架设一个网络平台 那直接你这个滴滴就其实没有太大作用 滴滴生存空间就没有 哎呀 但是他这样搞其实就整个网约车就死了一大半了 这个滴滴 几个结果嘛 滴滴这个股票肯定要跌死的 往死里跌跌跌到简直就破产退市 没有任何空间 而且他还要回购本来要回购 所以滴滴去没有空间 看能不能谈妥一个东西就是把滴滴的很大一部分股权就交给国家 国家就省得再去架设一个平台了 反正就要人力物力 干脆你就乖一点 全部全部股权交给国家 看看国家能够把控得住 把控不住的就就就算了 整个整个程序关掉 我再再搞一个再搞一个红色平台 这个收购回来 其实收购这个问题 就就有人会觉得 哎呦 这个领导是不是想把它吃掉 是不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 我现在看我估计还不只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 因为哪怕你你把股权交出来 你看现在像阿里啊这些 好像还是不行 就他觉得你是不是留有后门啊 或者说你这 他还是觉得管不住 达不到他的目的 他目的不是说想要你的股份 现在这一个领导不是 现在这位看样子 他不是说想要你的股份 他就是觉得要管起来 要管透要去全链条 事前事中事后全管你 所以我觉得结果就是这个行业没得做 这个滴滴这个公司也没得做 他不是说想要你的股份 他就就是希望你不要做 全部回到原来的那个出租车 还国有的系统的出租车 然后呢 国有的系统的出租车 再配一个网络平台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啊 把你的程序员拉过来 几个 把你的公司全部关掉 这不是更好吗 这不是更彻底吗 所以这大概是 有可能是现在领导在想的问题 然后我们提了这么多啊 其实领导啊 觉得他真是对的 领导脑袋里面想的 他就觉得是对的 他就觉得什么 哎 你这些什么资本呢 冲击市场啊 冲击了我们原来的国有系统 你又不给他买社保 啊 又剥削了我们中国劳动人民 啊 然后到海外上市 又又圈了一大笔钱 哎 所以所以领导怎么想怎么不对哦 啊 这些 就像那教培一样的 领导真的觉得应该取缔这些东西 啊 这你们搞赚赚的钱 你们为什么要给你们赚钱 哈哈 呃 有什么不对吧 啊 把把教培砸掉有什么不对吧 啊 多 这次又砸了多少人啊 这数据我们还没说 呃 现在全国啊 登记在测的啊 有数据的 啊 就滴滴啊 这些系统里面登记的的 网约车司机 三百五十亿万 也就三百五十亿万里面 有些的可能是共享 共享一个牌照 其实滴滴现在门槛都比以前高了很多了 都都都都管起来都都要很严格的注册 这三百多万里面 还可能有一部分 大概就说集三四百万了 三四百万的这个开网约车的很可能就 慢慢慢慢就全部没了啊 以后就 而且还要还要再买社保搞着搞着 全部就搞回 好像跟原来那出租车的一样啊 就就这么个规模 哎呦 这这结果不知道会怎样啊 对 就全 其实就是规范到底还是国际民退 就是你们那一套就很不可靠啊 领导就全部搞回国有啊 就大概是这样吧 整个行业没有看到什么希望啊 这个行业可能都不让做了 后面也不知道会怎样啊 什么时候搞搞一个国有的平台 那就滴滴就肯定可以从地球上面消失了嘛 先说到这里啊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点分享拜拜 咯 咯 咯